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是一个防守上的问题 前场呢有我王乔和董上飞三个人 这个球我去压 对方往中路传这一下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结果好在对方没有及时形成联系 那么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呢 第一有我的问题呢 就是说我压的不够快 我压的不够快 但是呢你们要看一下在我往上压的时候 王乔和董上飞两人的位置和这个身体状态 实际上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就一个人去压球的时候 进去前沿的位置一定要有人去补防 我去压的时候 王乔和董上飞 一定要有个人在后腰位置上 这个球幸亏对方的这个刘阁拿球之后 他没有选择自己拿球 而是直接一脚敲走了 如果说他观察到了身后没有人 他完全可以 他完全可以去直接做动作 他身转过身后就可以打门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遍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 前面对方在倒角我们不抢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的战术就是不抢嘛 对吗 但是你当时就过来之后 我去压了 既然之后也没有问题 中路这个空位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这个空位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球中路的这个另外的搭档 一定要去提前的去预判 但是去哪里都可以 比如说 我去尝尝了 可能可以尝尝了 但是这边就在买到哪里 就是这边